成都作有天府之都的美誉 近年来成都还着力建设科创城市 在显示产业 全球近半高端柔性显示屏 都是成都造 成都赤算中心 也在今年被纳入 全国人工智能算力战略体系 科创之都已成为成都的 一张崭新名片 来看今天的 新智生产力一线调研 2023年9月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 在四川成都举办 一大批创新显示技术 和尖端产品集中亮相 目前四川显示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已超过800家 这是一块激光显示的光学屏 从外形上看 它和普通的投影幕布 似乎是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们仔细从侧面来看 整个屏幕是用磁吸材料 稳稳地吸在背板上 而它的厚度也只有0.5毫米 就在这0.5毫米当中 集合了8个不同功能的层面 其中的菲尼尔透镜 就是激光显示光学屏的 一个核心技术 研制难度也是最大的 成都菲斯特科技公司 研发团队经过多年摸索 成功研制出将光学援件 雕刻在锥形滚筒表面 滚压成型 制造超大尺寸菲尼尔透镜的技术 并且凭借这一专利 产品远销国外 我们这个园区 产能已经达到20万件 去年除货16万件 二区制造基底建成以后 将达到200万件的产能 今年来